灵魂拷问啊 找自己的另一半 你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还是喜欢自己的 换你打的弹幕上 让过来的兄弟姐妹叔叔大爷们 讲出自己的故事 说怎么想起说这个了 其实还是跟选相机有关 选什么相机 现在画幅是越了越大 最近呢 加拿RFC全画幅都觉得不过瘾了 是不是未来会流行中画幅 这也都被提上日程了 还有最近 哈苏的XRD流出的叠照 让大家呢 也吊足了胃口 让我们再看看世界的另外一端呢 上周发布的 奥林巴斯的OM1 还有送下GH6 把本来都快淡出视野的 Michael Forser的系统 又给拉回来 一个小小的Michael Forser 竟然卖到一万多块钱 让不少人觉得 这价格有点上天害理 真的是这样吗 到底是选择全画幅 还是Michael Forser的这争论呢 又起来了 相机啊 这么心爱的一个玩意儿 相信大家选相机 就跟选自己女朋友一样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吧 说说全画幅相机这块市场啊 你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厂商呢 也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也知道 厂商知道你想要什么 所以呢 厂商们全力粉饰全画幅 让它变得极度的性感 有人 参数上更是把两个白花花 明晃晃的 啊不对啊 是把一个白花花 明晃晃的CMOS 放在宣传的重点上 无限放大全画幅的优点 这让大家对于全画幅充满了无数的幻想 全画幅确实有它迷人的地方 比如像A7S3的高感 比如像A7R4的高像素 还有像R5C的8K 还有像性能非常全面的一些机型 比如像索尼的A1 但是呢 这高高在上的价格死贵 大有一副这种 配不上它 它是我自己的错 但是呢 你仔细想想 所有上市的全画幅相机 似乎都有一个词一直伴随着这机型上 就是 燕哥 明明能给你的功能和性能 它就是要吊着你的胃口不给你 你爱它 它真的爱你吗 这些全画幅的产品线呢 其实是真是非常非常的现实 你以为 真有一天你攒够了钱 买回一台全画幅 信用机给取回家就幸福了吗 就可以挺着摇杆了吗 不信啊 您在全画幅相机上 装一个50毫米1.8小坛 去他们的专卖店里边转转 看他们销售 是什么反应 全画幅这个概念啊 真的就不是为了造福普洛大众 而且呢 相机只是入口 镜头才是厂商要赚大钱的口袋 你看那几个相机的老牌厂商啊 把用户心态给摸得 套套的 你没见他们怎么赤裸裸的 分化自己用户的一个档次啊 用这种大红的红圈 还有这种亮亮的橙色的GM标识 GM标识 来标识自己的专业用户 哪怕是呢 他们做了那么久的办法 获得微单的产品线 至今没有一只APS-C 画幅生产的这种专业的高质量镜头 谁是亲生的 谁是浩洋的 您看不明白吗 最近有一个特别流行词 叫什么来着 您觉得我们是特别喜欢被厂商PUA吗 您可能问了 说了半天 我这个还不是用全号服相机 对没错 因为我的客户会为这个看起来更专业的相机人买单 相机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 就算是你当老板 找个秘书 肯定也得雇一个业务水平差不多 但是外观出众 能让客户眼睛暂时发直 失去思考能力的美女 对不对 在多数情况下 其实她就是个演员 现在呢 我除了工作以外 没有一点拿起相机的想法 平时呢 就是带个手机 但是说实话 我是需要一个相机的 但我觉得呢 绝对不是全画服 最近其实有一个小消息 让我觉得挺欣慰的 就是最大的相机评测晚安之一 就是DP Review 他们的主厨 也就是我们本家胡子哥 透露他平时使用的相机 居然是Olympus的EM1 By far my favorite platform to do that stuff with is the Olympus EM1 Mark III because it's such a great field and adventure camera it's rugged, compact I don't need to bring a tripod because I've got those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techniques built in and I've got great handheld stabilization you know and I like the video and image quality for what we're doing 看着这消息的时候 真想跟着握个手 都是曾经在相机店里边 做销售的工作 都是做评测相机 可以说是月机无数 大大小小 高低贵间的相机 都摸过用过 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在这方面达成一致 确实有一种 你懂我的这个功名 如果您对相机的理解呢 就是大光圈被你虚化 那就当我没说 你喜欢就好 这方面确实不是麦克福色的和APAC产品的强项 但是除此之外 麦克福色的这个 有几个有特色的产品 把摄影的方方面面 甚至一些细节都给照度高了 就是说几个细节你体会一下 比如说奥林巴斯 有一句叫live compose功能 它是在画面里边 识别和记录 只发生变化的光线 这样你在大白天 听见没有 大白天也能玩光辉 还有像实时曝光结果显示的这个叫live bulb功能 在你拍摄烟花车流的时候呢 不用反复去试拍 按下快门 然后看到屏幕上直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松手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就是提前预录功能 比如像拍鸟 捕鱼 这种不可预期的画面 等关键瞬间发生之后 你再按一块门 相机记录事件发生前两秒的内容 这样呢 就不会让你在旅行中产生大量无用的照片 而浪费特别宝贵的存储空间 还有像松下早年间就开始玩的焦点堆栈功能 不用提升ISO小光圈 也能拍摄超大景深的这个照片 好 像李光的GR3 我就问啊 能把手动操作 还有快速抓牌这些关键性能 放进一台真正能够塞进口袋里的相机 还有谁 我想说的是啊 就是麦克福色的APS-C相机呢 就像一个身材不傲人 面貌不出众的人一样 哎 不过我说实话 我觉得OM1还有J6JR3 真的还挺漂亮 你想啊 这些相机 它会想办法满足您对于摄影中方方面面的需求 带着它出门呢 一小包镜头 从超广到超长焦 也不用带三脚架 也不用带ND镜 都不用带 手持就可以拍摄满门 带着全画幅出门和带着半画幅出门的经历 我都有过 用全画幅的感觉呢 是我必须在拍摄的题材和适用的环境中做出一个权衡 而带着麦克福色的像松下 尤其是奥林巴斯出门 它像一个权力支持我 鼓励我摄影创作的伴侣 反而让我觉得 短板是我自己拍摄照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种无拘无束创造的感觉 如果您没有亲自深度用过麦克福色系统的人 您可能是不会真正感受到的 有人高病麦克福色对焦不行 这话对 但是也不对 就这么说吧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对焦 佳能索尼确实比这俩货强 但是呢 拍摄照片的时候对焦表现 OME和GH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拍摄视频是为了愉悦我的观众 是我的工作 但是拍摄照片是为了愉悦我自己 是我的生活 到底是找一个你爱的 还是找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您自己琢磨 总结 我觉得摄影是多元化的 相机的用法也不止一种 不光是拍风光 拍鸟 拍大光圈 一台相机的研发的投入呢 其实也是方方面面的 我理解啊 麦克福色的品牌是想 发扬这个系统最大的优势 和发掘的最大的潜力 毕竟呢 更多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需要的就是一台 用起来特别顺手的相机而已 不然奥林巴斯 李光在海外 尤其日本有那么大的市场 对不对 有人觉得 OM-1这一万多块钱不值 但是呢 有没有反过来想 全画幅相机就一定值吗 一台全画幅 一台麦克福色相机 都是用双处理器 同样的电路板 都是配置了翻转液晶屏 机身防折援进 论整体做工 论材质 奥林巴斯的OM-1 肯定比索尼的A7 我觉得还好不少 单单这片全画幅的CMOS 比那个半画幅的CMOS 真的贵三千刀吗 上赶着不是买卖 全画幅相机不是一切 有人买了全画幅相机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全画幅相机 也没让自己的照片画质飞上天了 半画幅相机 其实能把能给你的功能全给你 把这一台相机这小包镜头用好了 短板是自己的想象里 是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拍照 生活有趣的人 会觉得是时候给自己找个伴了 您猜会是谁 咱打的弹幕上 节目最后 咱们播一条消息 澳洲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面解封 我现在已经开始着手 具体准备彩风南极摄影团的具体事宜了 等了两年终于能成型了 现在还有位置 欢迎报名 今年也就是2020年11月份 这一趟是非常值得去 三个原因 好玩 舒服 还有便宜 好玩是因为这条船上的探险队员 是我2018年那一次去的原班人 今年老友相见 他们已经给我发消息 准备带我和我的团员们 看点不一样的好东西了 第二点就是舒服 这是2021年刚刚装修好的船 在过去的五个月 已经走了好几个南极的行程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船上138个客户 全部来自于欧洲和北美 沟通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便宜 因为我们原本预定是2020年的行程 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推迟了 所以今年的价格 基本上是延续了两年前 对我们这些老用户的价格体系 相当相当的划算 您要是明年再来参加同样的行程 以现在物价的涨幅 估计比今年要贵15%都不止 反正我是盼着八个月以后的行程 我自己每次回看两年前的视频 还激动不止 让您感受一下 希望与您同行 具体信息 咱们看链接 咱们马上再见 咱们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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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链接